这道咕噜肉我一直执着肉质不够脆 所以做了4-5次 今次叫见客人先和大家分享 材料我用了2块猪梅头肉大概400克 另外我用了1个洋葱和1小罐菠萝 如果你们喜欢可以加红椒、青椒、黄椒 做过汁我用了菠萝汁、茄汁和喫汁 这个方法的汁很和味 你都不用用山楂什么的了 就这样就很好吃 另外要准备粟粉去炸猪肉 首先那罐菠萝我不要汁 就把菠萝切一段段 洋葱也是一样切一段段 猪肉也切大約1寸至1寸半 切完后就要腌 我用了半茶匙糖 1茶匙盐 1茶匙生抽 1茶匙麻油 1茶匙水 拌均匀 大概腌半小时至1小时 腌完后就准备粟粉 大概都要几汤匙 这样就逐个猪肉上粉 变成这样 准备好猪肉之后 就轻热一瓶油炸猪肉 油热的时候就将猪肉放进去 我怎么炸的呢 我最初一分钟就用大火炸一分钟 之后那两分钟就把火收到最小 最后一分钟就开猛火再炸最后一分钟 即是整体炸了四分钟 那你就捞起猪肉 隔一隔油 锁一锁油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是大嫂教我的 我之前也说了 其实我很执着猪肉要很脆身 我为何做了四五次呢 因为做了很多次 又问一些厨师大厨应该怎么做 我又试过翻炸两次三次 用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配搭 都没有今次炸得那么好 所以我都建议你用下这个方法 它方便又不用翻炸 其实炸一次已经可以 只是把它调大火小火大火 那你中间捏一下它 make sure它不要黏住 那就可以了 你们试一下 炸完就是这样金黄色 它已经熟了 接着就是要调汁 我用了120毫升的菠萝汁 3-4汤匙的茄汁 1汤匙的糖 这个随着你们的口味调调 另外呢 我就加了1茶匙的生抽 和1茶匙的喵汁 也是随着你们喜欢的酸甜口味去调调 最后当然要将东西炒一碟 那我就热了一锅 加些油 那些油热了就加些洋葱 如果你用青椒红椒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加上去 那就要炒熟它们 炒到它们软身 因为其实你其他材料都熟了 只有洋葱 或者青椒还没熟 炒到它软身熟 就可以加上菠萝 那我就先加一些汁 炒热它之后 就加上那些猪肉 炒到所有东西掛着那些汁 那你就可以上碟了 那我觉得今次也是可以接受 当然没有餐厅那么脆 但也很好吃啊 还是要是这么多的 就已经很快了 没想到你 炒到它们 就这么多的处理 炒到它们 没有炒到它们